各位朋友,今期的星雲我不會就著新月圖去做一個總統的星盤分析 因為我覺得這段日子更需要注意更大的危機 在我5月17日凌晨4點35分,其實我已經出post 廣告了 什麼詳情呢?我在這些post 的文字欄上貼一些連結出來,方便你們去重溫 講起我的post 的文字內容,其實大家要知道,我很多的post 是圖文聲並謀 有時候有相片,有時候有影片 但大家不要忽略文字,始終文字是一個很重要的溝通媒介 可能到現在的電腦世代,大家都是習慣了很視乎的人 或者是經常去聽聲音,但不要忽略文字的重要性 因為最近有客人跟我說,他不知道我在做一個 campaign 去振興王政經濟圈,去幫助其他的王店 有一個優惠的 campaign,他說他不知道 但我說,其實我在我每一個post 的文字裡面 都會講這些東西 他就說,我不看文字的,幫不了他 所以同樣在這個post 的文字裡,我也是解釋了 因為真的,很感謝大家的信任支持 我算命的客人已經排到王國 為什麼我要強調算命呢? 因為塔羅是占卜 大家都知道,其實塔羅占卜是不會拖人的 我也是即日解釋 就算你說你太晚的話,我就第二天早起床去解釋 但算命那些是要排很久的 然後因為太多的責任 我就做出一個很沉重的決定 就是要取消未來的一期15滿月的星雲 但其實這樣說 我現在說是要取消的 但如果我真的在這兩個星期左右 我是可以搞定我算命的那些客人 我寧願到時有空限 就去出回15的星雲 到時這個會是一個優惠 明白嗎? 我寧願是有一個先益後揚的一個狀態 令到大家的情緒 不會給大家一個希望,但最後就失望 我寧願讓你們先失望 如果到時真的做到 就有一個很開心的結局 但是我又這樣想 因為我今年都在這個星雲 很多的模式和制度都變來變去 所以我又不想說 今期又好像無緣無故剷走15滿月的星雲 是太多的變動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麻煩 但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個事實 因為這個世界上 知否世事上變變萬元是永恆 所以 其實很多的變化是一個進步 是一個改善 而不要覺得我常常在五時花六時變 所以我這樣說 我又不要說完全一刀切 切走來近15滿月的星雲 但是 根據這一期初一的星雲的帖文 最高like數的三個星座 綜合所有平台 即是包括IG 綜合所有平台 最高like數的三個星座 我下期十五滿月的星雲 我死都死出來 無論我多忙 這是我的一個小小的承諾 OK 如果說到like數的話 Facebook的朋友 記住 要給紅色深 不要給藍色手指 第一 然後第二 就是我想說 什麼呢 我想說 但是absolutely speaking 都要過了20個like 因為我當你們每一個 都是給一個like 兩個like 難道我只是做給最高的 那些頭三位 那他們只有兩個like 明白嗎 那個受眾都沒有 只有三四隻 就是做例子 都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好了 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說了 不會就著這個星月圖去做分析 但是 不說還需說 因為 畢竟我已經是搞了這幅圖回來 但是我說得很快 OK 最重要就是這些藍色的線 三分線 跟日月相合 這個星月 形成了一些很緊密的三分 尤其是在水瓶座逆行的土星 這個廟位的土星 然後 大家看看 下面 這條IC 這條線 IC族 同時是合金水 合得正一正 和金星是逆行的 即是發生什麼事呢 在這個農曆論四月 會有很多 爭遺產 婚生家 離婚 兄弟姊妹決裂 一些家族的鬥爭 這些動勢 希望大家可以 生活愉快 但是最重要 都是要看回文字內容的連結 在我5月17日凌晨4點35分 出的那個post 有一個非常之高的危險性 希望大家會平安大吉 雙魚座的朋友 咦 不錯 無論是太陽 還是上星星座 的雙魚朋友 這個農曆論四月 真的幾好 和 即是 我 不斷說水平是最好 那 你們都排第二第三 射手好像都不錯 那 所以 我非冬天出生的都不錯 反正 快點 入正題 好了 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們之前一直有一些 搞作 有一些想法 是想做的 但是然後 一路去割置 你們會做到的 還有這些想法 它很重要 就是它通常是 一個事業方面 或者它是可以幫你賺到錢的 但是原來你們一直是 苦無靈感 一直覺得時間好像還未到 所以呢 尤其是在講一些 如果關於藝術創作的事情 因為 有些什麼事情是需要你們 忽然之間要去 有靈感 是不是 有一些直覺 有一些 passion 應該都是關於一些藝術創作 是的 尤其是 你們去搞這些事情 不是純粹一時興起 我當有些人 無端端一時興起去 寫一首詩 是的 作首歌仔 那這些事情 其實 不會很堅持的 它沒有一個延續性 它沒有一個 深遠的影響性 明明 但是我現在就是在講 如果你們是之前 或者其實在講這個時期 都可以 總之 有任何一些 哎呀 忽然之間那個感覺 我們要講那個feeling 那個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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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即是這個 急気零 不關急気零 就是 未到的時候 然後 一直拖著你們這個 計劃 這個想法 這個搞錯 但是在這個農曆潤四月 萬大事都是可以去解決到的 就真的會無端端 一下子就 叮一下 腦裏面那個小燈泡就著了 你們很快就可以 搞定 完工 還有呢 這件事其實如果是出來的話 是的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農曆潤四月是黃金機會 是的 如果這個寶寶生出來的話 是的 會受到很多人的擁大 受到很多人的認同 是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想去畫畫畫 是的 一吃虎無靈感的 你們去畫 然後把它寫上 是會受到好 就是會有很多的like 是的 或者 我當你們是youtuber 是的 有些 有些 生命的idea 想去搞一些video 拍一些片 又不知道拍什麼就好 那無端端就真的可以搞定 然後很快呢 去公諸於世 那大家那個 就是hit race 是會很高的 是的 所以呢 不要太過擔心 還有最好要爭取這個農曆潤四月 是做到這回事 但是你說 又說我靈感到 又叫我爭取 那你知道靈感這些東西 是不能push的 但是I mean 不知道有時候靈感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到處去 找些東西去刺激一下自己 是的 總之我希望你們是可以在這個 喂 其實說真的 整個月 整二十九日流流長 不會拖到很久 是的 總之相信我 如果在這個二十九日的period裡面 如果你們是 忽然之間叮一聲 去做到這回事 那個成果是 可以有一個延續性的 是的 尤其是如果這個東西 是可以幫你收錢的話 那它是 即是可以幫你收到板稅 明白嗎 所以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黃金period 去給你們 給你們 與小朋友們做這件事 最後講漏了 是的 隨著今生逆行的威力 慢慢減少 減弱 是的 因為都快會停 然後就信行 是的 過了十五滿月 是的 記得過了十五滿月 如果你們有新的戀情 絕對可以考慮 是的 也可以高高高 去享受一下這個新的戀愛的甜蜜 尤其是 如果我當你們之前是為了工作 有些事情去煩 去忙 或者是 甚至為了不忙而去煩 是的 因為現在這個經濟很低迷 很多人都會失業 什麼都好 所以 忙或者不忙都是煩的 好 但是 我想說什麼 是的 尤其是這些的憂慮 可以慢慢過了 然後 如果是十五滿月之後 是有這些戀情的機會 就真的要好好把握 去 開展一個新的關係 是的 是會很開心的